更年期在51歲嘛 到這個年紀都比較容易發福 最重要是你的代謝速度都變慢了 年輕的女生會不會有這種變胖的情況 讓我們婦產科就有一個疾病 就跟胖有關 多囊性暖潮症候群 嗨大家好 我是女家的小姐姐醫師許淑華 歡迎大家收看加油許氏 今天我們要跟王醫師 婦產科成為王醫師 來跟大家討論一個女生 不管是什麼年齡吧 都非常注意的問題 就是減肥啦 好那尤其像是更年期後 你年輕的時候吃這麼多 跟你現在更年期之後 比如說過了三五十年了之後 再吃這麼多 有的時候你的這個累積 就是你可能累積下來的那個量 其實相對來講 因為基礎代謝率變差了嘛 所以難免會累積比較多 也就比較容易造成一些發胖的情況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們更年期之後 如果還想要保持窈窕的身材的話 或者是有哪一些 比較是代謝上面的問題 我們是必須要注意的 更年期在五十一歲嘛 到這個年紀都比較容易發福 最重要是你的代謝速度都變慢了 那女生它是有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男生比較恆定 它變化沒那麼多 可是女生他會有個月經 他一個月會上上下下震盪 所以它就是雌性素 黃體素一直交替交替走 可是你到後期的時候 這個東西快沒有了 所以一般雌性素 它會影響到我們身體上的代謝 包含你的三上甘油脂 膽固醇 紫質的代謝 它一定會影響到它的比較差 是 那就開始會有一些代謝症候群的症狀出現了 沒錯 那就容易 豚油了 所以有些你看那種五十幾歲 假設他沒有特別注意 他這種女生來 他一定多多少少會比較 比較胖胖的 脂肪都會豚在腰部 他又很不滿意 你看我腰部也都是都胖胖的 更年期之後 雌激素的一個下降呢 它其實會讓你的一些 心血管的疾病更容易會產生 因為其實 女生他其實在 還未更年期之前 如果跟男性去比起來的話 那個 因為有雌激素的保護 所以跟男生比起來 男生反倒比較容易會有一些 什麼心肌梗塞 還有中風 這風險是相對比女生還要高 更年期之後呢 沒有了雌激素的保護之後 這風險就跟著一起上升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說 如果現在更年期了以後 有一些健檢真的要去做一下 四十歲以上 我們其實三年可以做一次這種 比較是代謝性問題的一些健檢 避免說這些慢性疾病的出現這樣子 對啊 那想要問一下就是 剛剛講到的這個 更年期之後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 脂肪都比較容易會 囤積在腹部 好像是形成一種中心型的肥胖 但是四肢相對看起來 好像是來比較先手的 因為我們脂肪 其實有的脂肪是有用的 有的脂肪是沒有用的 囤積在這個地方 說實在是沒有什麼功能的 又很難減 減不掉 所以它就會變成 你的肚子就會大大的 就是它內臟脂肪一直在堆積 但有些人你看它說好像瘦瘦的 但是其實它內臟脂肪如果很高的話 基本上也有可能是比較呈現一種 BMI 算起來可能是正常的 可是其實它的體脂率 整個有可能爆高 譬如說女生超過30% 男生超過25% 這其實就有可能也代表說 它其實是有隱藏性的一個肥胖 是 對啊 我剛剛想要問一下那個 多囊性卵巢的女生 怎麼樣的一些建議 相對應的治療 欸你說年輕的女生 會不會有這種變胖的情況 治療婦產科就有一個疾病 就跟胖有關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那它也是一個代謝性的疾病 它可能會未來造成變成糖尿病 糖尿病 可能也是月經 也是兩三個月來一次 它的雌性素就不排卵了 所以這種女生她可能容易多毛 容易會變胖 這都是她的特色 第一個先診斷出來 我們的三個診斷 第一個月經不規則 第二個是超音波 有看到很多卵胖 第三個雄性素偏高 這三個有兩個就中了 我們的脂肪組織 它會產生雌性素E1 卵巢產生的雌性素E2 E1就像講 它是比較效價比較低的雌性素 可是你穿了一身油衣 那就不得了了 每個都是E1很多 那那個量就非常的多了 對 所以胖的女生 她月經容易被壓制的都不來 通常這樣的女生 我們在治療上面 第一個就會建議 她要適當的運動 飲食控制 第二個方法 就是三個月的口服避孕藥 用避孕藥去調整她的月經 不讓她避孕 就是賀爾蒙去調整 曾有病人 她大概半年瘦了五六公斤 月經就開始規則了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要很努力的去減重 她才能夠擁有正常的月經周期 她的體重只要下來 這問題就能夠改善 沒錯 就是動腦性卵巢 她其實也是會影響到你的一個受孕 等著懷孕的一個機率的 所以其實就是規律的一些 飲食什麼吃啊 然後怎麼運動啊 其實都在在的就是顯示說 其實切斷肥胖 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多囊性卵巢的治療 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呢 那我們有聊到了一些 就是有關於更年期之後啊 因為你可能基礎代謝率有一個變化喔 比較慢一點 比較下降了 而造成的肥胖的問題 或者是容易造成代謝上的一些慢性病的問題 那甚至像是我們育齡期的女性 其實也要注意喔 如果說你特別都胖胖的 譬如說月經都極少 或者是不規則等等 你要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一個多囊性卵巢 而導致這個肥胖的一個惡性循環 OK 那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集的內容的話呢 就歡迎幫我們留言按讚分享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加油 許氏下一次見了 掰掰 掰掰